好那么继续带您来关心 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比特犬只的问题 那么在部落内有不少家户是饲养了比特犬只 尤其是上山狩猎 比特犬是猎人的最好伙伴 但是目前呢台东发生了比特犬攻击孩童致死的事件 也让许多人都在讨论家中是否适合来饲养比特犬只 现在带您来看看部落的族人怎么说 屏东地区日前发生三岁孩童遭比特犬攻击致死的憾事发生 饲养比特犬的议题再度浮上台面 在网路上引起两极化热议讨论 实际走访饲养比特犬的四主 小狗相当平易近人 在四主的陪伴下 面对陌生人也不会有攻击的行为 只是比特犬毕竟和一般家犬不同 一旦遭受到攻击相对伤害会更高 平常都会用粗链条山柱养在山上故宫寮 很好养 它不会凋属的啦 我的鸡跟鸭一带开也不会要这个养之前的 你故意的话就要去才会啦 你跟男养是不一样的 平常都养在山上这里吗 主要都是养在山上啊 都没有拿回家都是在山上的 也是故宫寮啦 这房子来认证 四主认为饲养比特犬和一般家犬没有太大差别 饲养者的养育方式对狗的习性占很大的影响因素 也有人认为具有攻击性行为的狗不分犬种 建议养狗人士应该都要拴牢自家爱犬 才能尽量避免攻击事件发生 不管是一般的犬甚至还是比特犬 我觉得都要去做去细审的一个动作啦 其实我觉得这是安全 政府应该多加宣导 而不是单止对比特犬的一个圈养的方式 对我觉得对其他犬种都是一定要 我觉得都要达到一个公平性 近年来比特犬供给事件评传 农委会已经公告2022年3月1日起 比特犬将被列为指定禁止饲养或输入之动物 现有的比特犬四柱必须在2023年2月28日 完成申报备查 并遵守配套规定就可以继续饲养 否则可处最高25万元罚款并没入犬之 就讲解大人相报道